你根本快衝到白了啊 你根本快黑了啊 可 可惡 現在是怎樣 可以什麼都被罵 歡迎來到阿瓦龍新手整聊室 我是顧俊 你是不是也常常遇到剛剛那樣的狀況呢 就是開黑球或開白球 根本你不知道什麼時候該開 或什麼時候不該開 今天呢我們就要來告訴大家這個 黑白球的邏輯 首先呢要先講到黑白球這個邏輯了 前提我們要先知道一下 我們到底要怎麼贏這個遊戲 好人跟壞人基本上呢 都是同樣的 只要在五四任務裡面拿到三次 那這樣就會贏了 蛤 你說你知道 那 那你不就懂了嗎 那我們就來一步一步的推敲 首先呢 要是要拿下任務 對好人來說 這任務必須全部都是好人 他們才可以拿得下 反觀來看壞人 那只需要一個壞人 就有機會把這個任務拿下 所以在這一點 對好人來說是非常的劣勢 可是你別忘了 要是要讓這個任務出去執行的話呢 必須要贊成票過半 也就是這場遊戲要是十人局 總共有六個好人 六個好人 只要同時一起開黑 或是同時一起開白 就可以決定讓這些人 到底能不能出任務 或是不能出任務 也就是說呢 身殺大拳全部都掌握在好人手上 而好人要是想要贏得這個遊戲的話 勢必不能讓任何壞人出任務 這也就是為什麼每壞人都會說 欸我好人啊 欸我好人給我啊 這樣 因為呢 要是他們被好人抓到的話 這樣 所有的好人 就同心協力 好棒棒的給他一大堆黑球 所以依照這個邏輯來走的話 你就會發現 要是今天這個好人 開了白球的話 那他可能就認為 這裡面應該都是好人 反之 要是他開了黑球 那他可能就會認為 這裡面應該 好像 或許 maybe 可能 壞人 好了 你必須要了解 遊戲的勝利條件呢 叫做 我們要拿下三次的任務 而不是 我一定要進三次的任務 或者是 我要抓到所有壞人是誰 所以呢 要是這次的任務 裡面儘管沒有你 但是你覺得通通都是好人的話 你也可以幫他開個場外白 讓他出任務喔 所以你現在知道 為什麼你有時候開白會被罵 有時候不開白又會被罵了吧 那是因為 你開白的時候裡面有壞人 不開白的時候 裡面沒有壞人啊 同學 最後來跟大家說一下 就是不要因為你的朋友講什麼 而去影響你的遊戲方式 你只要知道 現在 你開這個黑白球的意義是什麼 那這樣就是對的 影片結束了 如果你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記得看個十遍 訂閱頻道 按讚粉絲 掃描QR Code 底下留言分享喔 掰掰 字幕 Samuel 你才不會有男生 這個空隙 然後你黃金 你怎麼準備好 你別人 你怎麼回家 還有 champions